在国产剧中 仙侠题材一直都是流量密码一般的存在 2005年第一部仙剑旗下传 堪称这个题材的标杆制作了 随后播出的国剑旗坛花千古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小蜜陈辰静如霜也纷纷大爆 成为国剧市场中不可复制的经典 然而近两年来 仙侠剧缺少了新鲜感的设定 前篇一律的装造 也开始让观众逐渐感到审美疲劳 今年播出的虫子就遭到一片吐槽 至于《长月静明》热度虽高 但口碑两极分化 想要避兼经典还差不少意思 那部作品能够破局 其实我最为期待的就是《玉古瑶》了 顶流肖战作证 讹唱S家大作 鸡押将近两年 开播并拿下全国热度第一 货报程度可想而知 但原以为又是一部仙夏剧天花板 没想到口碑却是两极分化 《玉古瑶》将述空桑世子时影 与赤族郡主朱岩 因缘际会成为师徒 两人逐渐相知相恋相守 联手共同对抗命运的故事 原著朱岩同样作为一本 粉丝庞大的小说 选举方面要求很高 但肖战和仁敏的选举 却是难以让观众满意 《玉古瑶》播出后 关于演员颜值的争议 一直不绝于耳 尤其是肖战 仁敏站在一起 很多观众觉得没有CP感 肖战的颜值是公正的很高 又非常有辨识度 而仁敏虽然小小年纪 演技不错 但是他在《玉古瑶》中的造型 却一言难尽 尤其是对脸 没有滤镜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觉得剧中朱岩 脸都变形了 其实《玉古瑶》中和肖战搭档 不仅女主角仁敏很有压力 剧中的男配角门压力也非常大 比如剧中男二指缘的饰演者方一伦 她的颜值也很高 指缘这个角色也很有亮点 不过如果将肖战和方一伦长相放在一起比较 你就会知道 为何肖战会成为顶流 方一伦却还在找机会窜红了 肖战是1991年出生 方一伦是1992年出生 两人年龄相反 而且作为演员 两个人的颜值都很高 尤其是他们都以演偶像剧为主 观众对他们的颜值自然也是很看重的 自然演员包红有偶然性 但不可否认 除了机遇 演员自身条件也是关键的一个因素 最近网络上评选演一部剧 报一部剧的演员肖战首当其冲 引陈情令大火 之后肖战主演的《逗落大陆》 《梦中的那片海》 《余生请多指教》等剧 每一部都收获很高的热度 从而正在热播的《玉古瑶》 观众也能看出一些门道 《玉古瑶》中肖战饰演男主角石影 剧中她是一个很有正义 能力很强的世子 修起法素后 石影更加厉害 石影喜欢穿一系白衣 她还有一把伞作为道具 每次出场石影都会给人一股 仙气飘飘的感觉 除了长得一张有辨识度的脸 肖战的身形整体气质 也非常的不错 她演起偶像剧 从外形上而言是非常鲜明立体的 演技方面 肖战一直是在进步的 她的剧自然是以偶像剧为主 不过几乎每部剧 不管是哭戏还是有张力的感情戏 肖战的表演 观众是肉眼可见的进步 作为万众瞩目的流量演员 肖战算是娱乐圈 走得比较稳当的 没有什么绯闻 还肯在演技上下功夫 所以玉谷瑶中她成为焦点 也是理所当然 再说说方亦伦 从业智商而言 方亦伦也是很有辨识度的 在前几年 方亦伦的长相是比较吃香的 她偏韩剧男主的柔美长相 深受小姑娘喜欢 不过随着观众的审美提升 现在无关形象立体的男主脸 成了观众的最爱 反倒是像方亦伦这样 脸部线条过于柔和的 观众的喜爱度没有那么高了 这也是方亦伦比较吃亏的 除了颜值 角色人设 也对演员热度有非常大的影响 在玉谷瑶中 方亦伦饰演的紫渊 也是一个暖男 她默默地守护着朱颜 她与朱颜有很深的渊源 她总能在朱颜不高兴的时候 逗她开心 这样的人设亮点不足 所以玉谷瑶虽然热度很高 方亦伦这人气却长得不多 这也是其中原因 方亦伦出道以来 也演了很多偶像剧 其中不乏男主角的戏 包括明月照我新等剧 不过方亦伦这几年 主要是以男配剧为主 《九州霸主》 《爵士千金》 《长歌行》等等 方亦伦都有出演角色 玉谷瑶这部剧 不管是从热度还是口碑 都算是方亦伦比较重要的作品 而且剧中 她的戏份比较重 只是前十二集 紫渊的剧情还没有正式铺开 只知道她非常神秘 如果后面紫渊放大招 角色足够出彩 方亦伦的热度 也会大幅度提升的 男演员其实是存在很多变数的 娱乐圈也不乏中年爆红的演员 而曾经如日中天的流量 也极有可能一朝陨落 所以玉谷瑶中的肖战和方亦伦 他们未来的星路会如何 还是不太好预测的 期待着他们都心路璀璨吧 玉谷瑶小时应上线 逆急成为热点 古装剧里的小童星也这么卷 玉谷瑶中除了主角以外 只出现了几面的小童星 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们人小鬼大 别看戏份虽手 表现立刻不容小觑 比如在玉谷瑶中 饰演小时应的简与西小朋友 她的文西演义字句铿腔 原来小说里男主角 那少年老成的稳重并非虚言 武器中的剑舞行云流水 动作丝滑的比许多大人 都要强上不手 她身上既有舒卷气又有侠气 这样塑造力极强的小朋友 年仅13岁 让不少观众期待她长大之后的样子 娱乐圈离近几年 古装剧还有不少出彩的小童星 快来看看你还有没有印象 一 庆云年 韩浩琳 说起娱乐圈里名气颇高的小童星 十岁提名百花奖的韩浩琳 绝对榜上有名 她在庆云年饰演的小贩嫌疑 绝神的人心 既成熟又调皮 演技松弛有度 有润有余 气质拿捏得恰到好处 使零碾压一大批偶像演员 而且韩浩琳可粗性极强 小小年既参演不少经典作品 备受称赞 她如今能做到真仰 未来必定前途无量 二 玉面桃花总相逢徐薇罗 玉面桃花总相逢 里饰演少年许庆佳的是 小演员徐薇罗 出场可谓一眼惊艳 她长相眉目清秀 如鸭贼合 看上去就像个温润之力的小书生 举手投足之间理解周到 内固子独有的从会与坚韧 让她一上线就赢得宽重好评 甚至直呼不想让剧中的许庆佳长大 三 与君出香时何与萧 与君出香时中何与萧饰演的小天君 也是个很出色的角色 虽然是个少年 但她身上气宇轩昂的王者之气 以及心怀苍生的人德之心 展现在眉目间似有似无的忧虑 足以证明何与萧在演戏方面的天赋 何与萧外表同样优越 无关立体 长相大气 身心挺拔 眼神细十足 在剧里的情绪转变自然 妥妥的天赋小演员一枚 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边天阳 知否里边边天阳 饰演的少年顾廷叶 当得起一气风发少年郎 自然现在边天阳已经长发成人了 但当时剧里的她不过才14岁 完美演出了顾廷叶的潇洒普及 顾廷叶帮助小明兰为母寻衣的戏份感人至今 与顾长博的君子之交 让人羡慕 边天阳演出了无数人心中的顾廷叶 甚至不少观众直呼比成年顾廷叶更出彩 最近边天阳在《青春校园》剧 《当我飞奔向你》里是银固然一绝 她在自由满满的少年感和稳扎文大的演技征服观众 从而袭奔无数也让不少人看到了她长大了 而且没长残 她会继续努力精进演技 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这些小演员年少成名为大众知晓有力有弊 希望他们能不忘出心 在娱乐圈里清白地闯出一帆天地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入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入到这里 再一步 感谢观看